日本人是如何养猪的 看似奇葩的方法 却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 日本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也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他们在科技、工业、电子信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令人十分佩服 同时日本作为亚洲国家 虽然日本人吃的肉食并不以猪肉为主 换句话说猪肉并不是他们消费最多的肉食 但是他们在养猪方面却有些奇葩的方法 二师兄不仅活的逍遥有尊严 养出来的猪肉品质高 而且这些奇葩的养猪方法被许多国家借鉴 那么到底日本人是如何养猪的呢?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第一 猪舍环境干净整洁 在建造猪舍的时候 就会充分考虑到地震频发的特点 采用的建造材料都是轻质的材料 即使猪舍坍塌了杂道猪 也不会造成大的伤害 而且猪圈里面建造有发酵床 发酵床里面添加了各种发酵微生物 这养猪的排泄物掉到发酵床里 就会被微生物发酵分解 而发酵后的排泄物 经过处理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有机肥 从而降低有害细菌的滋生 和减少恶臭味 当然猪舍里面还会安装风扇和消毒系统 总之就是为了提高猪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 第二 实行工厂化管理 日本养猪实现的是工业化养猪模式 喂养出来的猪就像工业品一样 品质是有保障的 按照不同品种的猪进行不同饲料的配置 饲料喂养全是机械化操作 大大减少了工人的劳动量 第三 给猪放音乐 这方法听起来很奇葩 但是收到的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 据日本专家说 给猪放音乐 其实是模仿母猪哺乳时发出的呼唤声 以此来唤醒小猪仔吃奶 通过有规律的播放音乐 让小猪仔能够按时按次的吃奶 增加吃奶量 从而提高小猪仔的生长速度 增强抵抗力 减少小猪仔的发病率 第四 用绿茶代替自来水为饮 大家知道 我们吃的猪肉没有膻胃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猪在小的时候被阉割过 而阉割后的猪肉是没有膻胃的 不过这样对注来说 是极度不友好的 日本有一项动物福利 那就是要尽量为动物提供 维持动物身体健康和心情愉快的条件 因此日本的猪是不用阉割的 而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奇葩的方法 既能保证猪免遭阉割的痛苦 也能保证猪肉没有膻胃 这种方法就是在饮用水中添加绿茶 每天给猪喝这样的水 相比丹麦和美国的养猪方式 日本的养猪方式显得很特别 看似简单的养猪 日本人却用到一些奇葩的方法来喂养 不过这反映了他们做事的精细和科学 当然 除了养猪之外 日本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十分严谨精益求精的 总想着把事情做到极致 难怪他们养猪的方法被很多国家学习借鉴和点赞 日本这些奇葩的养殖方法 值得我们学习吗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我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